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5月7号星期五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 我们今天主题很多,我就不一个个念了,我一个个往下讲 先说老龄话 中国的人口数据到现在还没有公布,第7次人口普查 非常难产,那么你想一下,用现代化手段进行的统计 搞了五个月还没出来,那么这个情况很严峻 那但是 城市的户籍人口数据其实能够反映一些 严重的这个老龄化的问题,那么中国的人口比例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就是男性比女性多3000万 这是原有的 人口统计数据出来的结果 但是 我们调查这个中国的大城市的户籍人口 呈现什么呢? 呈现另外一个样子 就是女多男少 那么北上广深加上东部沿海地区 再加上个别的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包括东北 在内的15个核心城市 这些人口 这个户籍人口的数据 书里发现 这15个城市的 这个男女比例 是反过来,是女大于男,女性的人口 大于男性的人口 那么户籍人口的状况反映什么情况呢? 户籍人口的状况反映的是 原生态的城市人口布局 就是说 户籍人口因为他是有固定的 固定的身份,等于就是 他不包含流动人口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城市的原生态的人口状况 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 这十几个城市我等一下会念一下,大家会知道 而且呢绝大多数城市 是这几年发生的 发生什么呢? 女多男少 那么 广州的户籍人口是2018年 开始 出现女多男少,我讲的全是户籍人口 不是整个城市的人口 整个城市人口的规模会大很多 因为比如像广州这样的城市 他的这个流动人口非常高的 那么深圳是2019年,2019年也出现了女多男少 北京是2017年 出现女多男少 上海就最早,所以上海老龄化是最严重的 上海是2019年就已经是女多男少了 也就是说 那么在这个中国这个主要的城市里面 特别是大城市,所谓中心城市 那么实际上 这个都呈现户籍人口 女多男少的情况 那为什么会这样 那么人口专家易富贤先生说 他说呢 老龄化越严重 那么就是 越会出现女多男少的情况 把这翻过来讲 女性比男性的比例,男女比例,女男比例越高 说明什么 说明老龄化的程度越严重 为什么 因为女性比男性 长寿 通常女性比男性长寿 6到7岁 也就是说女性活的时间更长 女性活的时间越长 那么男女比例就 就是女性的数量越多,说明什么 说明年龄段越往上推 这个年龄段越往上推,那这个城市的老龄化程度就越高 这是个非常独特的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有多严重,我念给大家听 我就很想 我很急于 把这个情况告诉大家 北京 我们现在这个户籍人口比例是以女性为100 男性 的比例 北京是98.86 全部都是女多男少 北京 98.86 那么上海 97.87 广州99.19 深圳99.68,你把这个数据比你就看得出来 上海的老龄化程度是很严重的 就我说的是 原生态的人口状况 户籍人口是原生,是不包含流动人口的状况 那么你看深圳也是这样 然后你再看 成都98.23 南京98.82 杭州98.28,你看这几个都是很严重的 那么苏州 苏州比大家想象的更严重 95.38 沈阳 沈阳96.4,你可以看东北啊东北 然后是厦门96.02 佛山最严重 佛山是94.71 然后是东莞97.13 天津98.77 宁波97.77 青岛 那么现在最严重的就是,最严重的就是这个佛山 所以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那么说明什么 说明中国的老龄化的这个程度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当然现在其实最严重的是哪个城市 如果我们把这个视野拉开一点,其实最严重的是 香港 香港的女多男少的情况 最严重 最严重 那就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少子化 另外一个就是老龄化 这是一个 我们现在讲第二个就是 世卫组织批准了国药 国药疫苗 世界卫生组织5月7号正式批准 中国国药集团疫苗紧急使用授权 这就意味着国药集团的疫苗被纳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疫苗分享计划 叫COVAX COVAX可以供全球使用 世界卫生组织负责药品获取医疗产品的助理总干事西芒说 国药疫苗的加入能够加快,那些寻求疫苗的国家 能够尽快找到疫苗 那么世界卫生组织紧急使用清单叫Emergency Use Listing 叫EUL 进入这个清单是纳入国际疫苗分享计划机制的前提条件 那么目前世卫组织紧急使用清单上包括 辉瑞 阿斯利康 强生 Moderna 和这个印度血清研究所的疫苗 那这几种 那么被批准进入EUL之前 世卫组织是要评估 这个疫苗的这个质量安全性有效性 以及风险管控计划 还有包括运输储存对温度的要求等 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对国药疫苗的评估包括生产设施现场的检查 那么中国国药的疫苗称为 称为是属于这个灭活疫苗 需要接种两剂 通常是 常规低温保存,就是放在冰箱里 那是属于便于运输储存和保管 那么现在全世界有30多个国家批准使用 已经批准,这些国家已经批准使用国药疫苗的紧急授权 包括这个阿联酋啊,巴林啊,匈牙利啊 这个塞尔维亚 那当然没有 基本上没有什么,除了匈牙利是欧盟国家以外 其他都不是发达国家 那么4月29号 世界卫生组织免疫战略咨询专家小组 叫SAGE 公布了对国药北京所疫苗的评价结果 那么首次披露了 国药疫苗的相关数据 那么这个疫苗是2020年7月22号在中国 紧急启动使用 在12月30号获得 附带条件上市 那么直至 2020年的12月31号 那么 国药中生北京所 新冠疫苗在中国,中国共接种了590万人 报告 报告 1453例 不良反应 是有不良反应 就是不报道 谁说没反应 1453例不良反应 发生率为10万剂24.6例 那么不良反应事件中 有108例涉及 注射部位的反应 8例归为严重 那么202例就是202例出现发热 86例体温达到38.6度以上 另外还有11例面部神经状况 但均认为与疫苗无关 那么这个评价的报告有4点,你给大家听 第1 18到59岁,两剂的 剂量 预防效果良好 有效行为78.1% 现在这是世卫的报告 那么自信区为64.9%到86.3% 自信区是什么 64.9%就是 64.9% 的人 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个情况 有效率有效性 为78%就这个意思 那么这叫自信区 第2 18到59岁 安全性中等 那么 3 60岁以上有效性证据不足 安全性 安全性的证据非常不足 第4 对有基础病的人群有效性和安全性的证据 非常不足 简单的说 国药的新冠疫苗对18到59岁的健康成年人的安全性可以接受 有效性高 针对老年 人和有基础病 疾病的 患者 保护性保护率 安全性 证据不足 证据不充分 那么在海外实验方面国药中生北京所 和武汉所研发的两款新冠 灭活疫苗 总共在阿联酋、巴林、埃及、约旦招募了45000名 受试者进行临床三期实验 这是国药 国药疫苗的情况 那么另外 欧洲药品管理局EMA5月4号宣布 开始评估中国产的 科兴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这是快速批准 这个疫苗的上市的第1步 然后这个 欧洲药品管理局说他们的评估 评审程序是建立在之前的 实验室以及临床 实验数据的基础上 采用滚动评估的方式 可以随时得到最新的数据 那么欧洲药品管理局已经批准了4款 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 他们是 他们都是西方国家 一个就是BioNTech和辉瑞 一个是Moderna 一个是阿斯利康 一个是强生 那么药品 欧洲药品管理局说 科兴疫苗目前还没有 还没有提出 还没有提交上市的申请 这就是国药 国药的情况 现在国药是 世卫组织已经批准紧急使用 进入了这个清单 那么世卫组织 批准紧急使用 这个有 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最大的影响 其实不是进入那个清单 因为中国想 想做疫苗外交的这些国家 都基本上已经批准了 所以对他来说影响不大 他 他能去的都去了 他不能去的呢 世卫组织批准了也去不了 基本上是这种情况 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是这个疫苗护照 这个疫苗护照会有影响 因为 未来如果 大家准备 现在其实要考虑的是什么 就是开放的问题 因为现在开始大家都在打 打得差不多的时候就开始开放 开放的情况 那以什么为标准 可能性最大的是什么 可能性最大就是用 世卫组织批准作为 作为标准 作为疫苗护照的标准 那么你认可 怎么认可 认可哪一个 哪个 可能是 就是世卫组织 这个影响是最大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我估计 其他的就影响不是特别大 好 我们讲第3个 内蒙反贪 内蒙反贪 倒查20年 追缴400亿 法办101人 4月20号内蒙古召开煤炭领域 违规违法问题专项整治警示教育会 这种活动呢就是搞运动了 搞运动的特点是什么 中共搞运动特点 就是有一个共性 就是一直以来 就是从中共 从中共所谓解放区开始 就是开批斗会 开批斗会一定要拉人上去挂牌子 那么这个也不例外 叫警示教育会 其实就是批斗大会 这个批斗大会的内蒙古的书记 叫石泰峰 石泰峰就出来讲话 说煤炭资源领域 违规违法问题 存量之大流毒之广 危害之重 击毙之身 触目惊心 然后就是深刻揭示了 资深贪腐乱象的思想根子和政治根源 然后就放 放这个教育篇 教育篇 教育篇里面 会场 和分会场有11000名官员看 看这个教育篇 然后这个教育篇呢就 就放什么 都说要批斗了那当然现在已经跟以前不一样挂牌子批斗不一样了 现在干什么 现在就让这官员去忏悔 就是视频录像忏悔 这跟挂牌子认罪是一样的 那么出来挂牌 挂牌子忏悔的有谁呢 有这个内蒙 自然资源厅副庭长 王杰 然后是这个鄂尔多斯人大副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刘桂花 西林郭罗盟 乌珠木沁旗原旗委书记 海明 鄂尔多斯市 煤炭局局长郭承信 然后是内蒙古自治区原副主席 副主席副省长 白相群 西林郭罗盟统计局局长白泉 统计局也这么大权力 他说一句话很搞笑 这个白泉说 他说我曾经羡慕老板 这个住豪宅开豪车 现在最羡慕的是 看守所打扫卫生的人 那么自由 很搞笑 然后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这项专项治理 从去年2月份开始 2020年2月份到现在 14个月 成果是什么 这个专项整治的特点 就是倒查20年 倒查20年 那么 倒查20年结果立案 立了多少案694个案 涉及了982名官员 其中厅局级干部 厅局级干部62人 县处级干部 223人 我看这个内蒙古也差不多该瘫痪了 结案541件 党级政绩处分702人 组织处理890人 移送司法机关101人 然后就是 查实有1513个煤炭项目有问题 那么其中涉及445个造成了国有资产损失 然后追缴 这个涉煤损失 400亿 厉害吧 这个反弹就能反出钱来 然后其中 最搞笑的 这里面还有个搞笑的事 有一名官员已经去世了 他现在是倒查20年 倒查20年什么概念 就是很多官员已经退休了 继续查 不仅查 还抓 还审 那么还有一个 死了的官员 也立案 也查 追回来1亿多损失 还有2亿在追缴 所以你看 这个内蒙的官场有多黑 黑成这样 那么这个我看一下 去年10月27号 四名 他们都是 四个五个 四个五个一起宣布 四名正厅级 10月27号 四名正厅级官员 12月4号 五名 官员 都是官员 都是厅级官员 2021年1月16号 四名 官员 又是同时落马 就是 然后是2021年1月15号 三人双开 就是这样 那么今年的1月26号 内蒙开人大会议 内蒙自治区的主席叫布小林 布小林是布赫的孙女 他去念 这个政府工作报告 念到一半晕倒 这个 然后这次也没有看到他的名字出来 大概就是这样 现在就是 今年两会的时候 这个习近平在 在这个会上说了两句狠话 今年3月5号 习近平在这个在参加这个内蒙古的这个代表团的会议的时候说了两句话 第一句话叫 利用煤炭搞腐败 狐狸尾巴迟早要露出来的 露出来以后就要 就打 这个小学生还是比较狠 说话比较直 那么还说另外一句 叫一方面对增量腐败坚决零容忍 另外一方面对存量腐败 只要揭露出来也是零容忍 然后反腐败永远在路上 就是这样 那么这是内蒙 然后就是三大 三大电讯公司 中移动 中国电讯 联通 分别发公告 他们这三家公司1月20号向这个纽约证券交易所提出书面要求 要求这个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复合 复合公司退市的要决定 那么5月6号纽约证券交易所下辖的专门委员会 维持这个决定 也就是说 中国三大 国有电信公司 这个中移动中电信 联通 即将退市 那么联通说他们公司发行的美国预托证券 数量从2000年底的3300万份 大幅下降到今年4月份的 事业底大概只剩下500万份 占公司总发行股本约0.2% 那么美国 纽约的梅隆银行是他预托证券的代理机构 那么这个预托证券的持有人可以拿着这个预托证券交还给 纽约梅隆银行换取公司的普通股 那么每份预托证券可以换 10股 普通股 那么中国电信的情况是差不多,中国电信剩下了114万份 然后就是也是美容银行 那包括 他是换H股 一股 换100股 那么中移动也是,中移动也是美容银行 那么一份预托证券换5股 那么 美国现在的做法是什么,美国现在的做法是切香肠 怎么切呢 就是一块块切 切断中国企业跟美国资本市场的联系 当然他有先后秩序 先上来国企 大国企 央企 军工这些 先把这些动掉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中国还有很多企业 利用还剩下三,其实 其实中国的企业跟美国资本市场的联系 中间有个 中间有个实现,这个实现就是三年时间 也就是三年时间之后 中国的企业基本上是不可能在 在中国运行的企业 是不可能在美国 资本市场上市的 那么现在还有很多的中国的企业,用这三年时间借来的时间 陆陆续续的付美国上市,今年还很多 这还是有很多 这个风险有没有,风险有 我们讲最厉害的一次风险就是上个月 上个月的,哎呀我这一下子忘记了 那个 爆仓 那个韩国 一位 这个叫大鳄爆仓,爆仓跟什么有关系 跟这个 中资股票有关系 好吧,所以 他还是有很大的风险,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一定要小心 小心,还是尽量少碰 尽量少碰这个 这个中资的股票 好吧那我们今天 非常迅速的把我们的 今天的主题讲完了 那么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我们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 四个 情况、问题、观点、情绪 好 好 情况 鸣谢,姥姥王 感觉中共的贪腐是上篮不正下篮歪 无药可救 是这样 中共的贪腐 中共的贪腐的问题,它不是一个 监督机制的问题 它是个结构性的贪腐 什么叫结构性的贪腐 结构性的贪腐 我们讲 导致中国贪腐 中共的贪腐,其实主要是 集中在中共 中共的贪腐已经达到了 这个古今中外最高的纪录 就是以前我们讲清政府非常的腐败,那跟中共比那没办法比 所以 贪腐这件事情在中国来说,它是一个 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古今中外,包括全世界 在全世界范围之内也是位为大观 没有一个国家 贪腐的情况能够赶得上中共 那么为什么,有几个基本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独裁 除了独裁这个问题以外,其实中国的独裁 中共的独裁特征和其他的独裁特征不一样 中共基本上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哪里 集中在中共手上 就是说 你政府也好,你这个立法机关也好,你司法机关也好 所有的权力 都在中共手里 所以他为什么会贪腐的原因是因为 他连他 独裁的政权的内部的制约机制都不存在 这就是 这就是所谓的,我们讲结构性的问题指的是这个 就是他垄断了这个权力,你垄断的权力,你也想办法在你内部形成一个制衡 这个减少这种贪腐的情况,不,他内部也没有 他内部没有制衡机制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 中共的所有的机构 中共所有的机构 都是一支笔 就是最大的那个,一支笔 除非呢 他的 他的书记跟正职,我们叫正职 他们互相不和 或者是他们在争权夺利 通常来说书记更大 但是有的时候呢,正职的权力也会很大 所以他们之间在争斗的时候,那权力评分 一样会很腐败 所以这是第1个,这是结构性 第2个 第2个结构性的反映在哪里,媒体 媒体本来是有监督机制 媒体对这个社会进行监督 但是中国的媒体已经变成什么,宣传机器,他没有监督机 监督功能 中间在有一段时间 改革开放之后 90年代到2000年这段时间 中国的媒体发展 发展兴旺起来 出现了一些监督的现象 有一些有良知的媒体人 做一些这个动作 但是很快被消灭掉 很快被中共消灭掉 2000年之后基本上已经 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些 所有报社的调查部 调查组 全部撤销 就是这样,所以 中国的媒体就失去了监督机制 这是第2块 所以那结构性的问题就 就没有监督机制了,这是第2个 第3个 司法 中国的司法 比 比政府还腐败 所以 另外一个 我们说通过司法 能够对腐败进行 治理 功能又没有,所以它的结构性的腐败导致 中国出现了什么 中国出现了 史上 古今中外最严重的贪腐现象 在中国 当今中国 所以中国一直在吹牛说 说它会大国崛起 你想一下 大国崛起靠的是什么 其实根本大国崛起靠的是人 靠的是人 一个国家靠的是人 那么这个国家 主要的官员都在贪腐 特别是我们经常讲 最严重的是什么 其实贪腐最严重的部位在哪里 军队 军队的贪腐是最严重 军队的官职 明码标价 有价格的 大军区司令员多少钱 这个军长多少钱 都是有明码标价的 这种军队怎么能打仗,你说这种军队怎么能打仗 观点 没有反对党监督 新闻自由媒体监督,言论自由人民监督 不可能根本解决贪腐问题,中国没有解决过贪腐问题 解决不了,前夫后继 你想一下,你坐在那个位置上,你这一支笔下去 几十亿上百亿的项目就这么出去了 你说说看,你会不想点办法吗 谁坐在位置上 都会贪腐 时间问题 情况,国内抖音上有个人说接种了 接种完新冠疫苗过敏了 他说 他也没说一定是疫苗引起的 然而他的抖音账号被封禁了 情况 美国目前已经有1.1亿人接种了第1剂疫苗 65岁以上的老人已经打完第2剂 纽约市长准备提供所有去纽约旅 旅游的游客 施打这个Johnson Johnson的 就是 疫苗OK 情况 上期有人让王老师就澳洲不让在印度的澳洲人回国点评 的确不让回 回来会面临罚款和诉讼 不过全国骂声一片 今天已经改集中隔离了,这里的百姓是有爱 关心他人的 政府是听去百姓意见 土共要干啥事你赶紧说 不你敢说不吗 还及时悔改 记得当初封国跟家人朋友聊天 所有人都在怪 疯狂怪那些境外归国人 千里投毒 宣传机构 不配做人 是的 提问 在计划生育时代经常听说因为重男轻女观点 杀掉很多女婴 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 中国杀女婴的情况不是现在就有 中国传统就有 中国传统就是杀女婴 就是 这是中国的传统,这是非常dirty的传统 这是第1个 第2个,计划生育之后杀女婴的现象 更严重了 加剧了杀女婴的这种行为 所以非常的可耻 那么中国是否经历了长时间男多女少的情况 现在变得女多男少 老师刚刚讲的老龄化是否其中一个原因 中国整体上来说是男多女少 男性多3000万 从全国的人口比例来看 是这样 但是 我刚才讲的是户籍人口 不是讲的整个城市 你比如说深圳 深圳户籍人口可能是不到1000万 那么这个户籍人口是 原生态的本地城市的人口 那么他反映了本地城市在没有外来人口的情况下它是什么样的状态 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如果没有本地 本地 没有外来人口的话 深圳这个城市 也存在老龄化的问题 好在现在深圳有很多的外来人口 1000多万外来人口 所以他的 整体的人口形势 没有那么严重的老龄化 原因就是这个 网友新生儿人口比例和现存人口比例是不一样的 女性寿命普遍较长 导致 人口女多男少但是新生人口是男多女少非常对 为什么女多男 就是为什么老龄化越严重 那么女性的人口比例越高呢 原因是女性 长寿 比男性长寿 6到7岁 长寿什么概念 长寿是当你年龄越 你想一下嘛 女的活得比男的长 那你越往上的时候 是不是男的就慢慢死掉了 剩下都是女性 对不对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 当你发现这个城市 女性比例高过男性的时候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城市的人口年龄已经偏大 这就是老龄化 观点 观点以回应 替墙内政府工作的小白留言 上海大 上海加大外排限制就是回应 您关于电动车销售的问题 如果不能直接免费获得 护牌 电动车根本卖不动 深圳也是如此 目前只有限制外排力度加大的几个城市 电动车销售旺盛 另外 上海 上海车牌拍卖收入完全是政府支配 也没有地税的现在 也是一项很重要的收入 最后他们真的不在乎外来办事的人 开车方不方便这件事情 这也是一种权力的傲慢 上海一年拍卖近4万张车牌 每张近10万 钱怎么用完全不交代 OK OK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回忆 理解了 明白了 谢谢 谢谢 40亿啊 观点 贪腐 贪污腐化 国企资源倒通到自己手里 发明了各种手段 大工程 大面子工程 还有一带一路基本上就是国企 国企的钱 国家的资源 倒腾到家族手里的过程 一带一路都是腐败 非常正确 一带一路的腐败非常的严重 而且谁都看不到 我跟你讲 还有一个更搞笑的 对外援助都有腐败 都有回扣 外交部 大撒币 到处撒钱 你以为他光撒钱 为什么外交部那么喜欢去支援第三世界国家 能够拿回扣的 你想一下 中国已经腐败到一个这样的地步 就连这种事情他都要腐败 而且腐败到什么地步都会穿帮 中国这个新闻记者帕拉一斜 这个对外援助了 这个国家援助了 3亿美金 结果那个 对方的政府说 我们只收到了300万 支柱对方3亿美金 结果他只拿到了300万 你说中间贪污了多少 所以你别以为真的给了很多钱出去 这个钱给出去假假的 然后最后还跑到他自己口袋里 所以中国的腐败已经 无孔不入 每一个环节 我跟你讲 中国腐败到什么地步 就算是那个停车场收费的人 他都能够腐败 要不要票 不要票 三块钱 要票 五块钱 你是要票还是不要票 不要票是吧 你给他三块钱 他就放你走 这三块钱装他口袋 就是中国已经腐败到 连停车场收费的这个人 都会腐败 那你想 腐败到了什么地步 观点 中共的腐败是 是中共故意的 王老师曾经说过 哪一层的人都是中国集精英份 中国集精英的一份子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些无知下流的样子 用贪官的好处是 大家都有分 就会对领导乖乖听话 领导遇到不乖乖听话的下属 也可以随便用贪腐的名义整肃一己 反正贪腐是个框 什么都能装 贪腐用故不故意呀 跟故不故意没关系 他想不故意也不行 因为这已经是一个 我们讲中国的贪腐是结构性的贪腐 结构性的贪腐 你想不让他贪腐 也做不到 所以故不故意呢 如果你说他故意呢 我也不反对 但是其实 核心的问题是 他也做不到不贪腐 情况 深圳福田一条人行道 围上翻新两个月 公告牌上显示 改造金额两亿七千万 就是这样 然后真正花多少钱 可能七千万都不到 观点 贪腐除了王老师说的原因以外 还有一点 古代的皇帝还会想着给子孙留点香火 现在的土皇帝反正也就干十来年 能捞就捞 后面啥事也不管 就是这样 那是 这个问题是什么 中共的贪腐和 和中国传统 传统 我们讲是封建社会 传统社会的贪腐不一样 传统的贪腐呢 皇帝还会抓一下贪官 为什么 因为天下是他的 他不能把这个天下给搞砸了 后面还得 这个网友说 还得留点香火 往下传下去 所以当贪腐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呢 他会打一下 打一打 一打呢 这个老百姓挺高兴 然后这个皇帝又显得很高大 所以呢 中国的皇帝呢 是用贪官 用贪官呢 贪官呢 通常比较有主意 用贪官 拔命在手里 贪官也听话 也不会造反 那但是呢 需要的时候呢 又抓一下贪官 就是这样 就是所谓的 这就是所谓的帝王术 但是中共不是 中共是党天下 他不是家天下 党天下 讲得不好听 就兔崽子的天下 就是 没有人会管这个天下怎么样 只有一个人管 哪个管 做最顶下的那个管 其他人都干嘛 使劲地往自己的 往自己的篓子里跑 挖墙角 都在挖墙角 没人管未来会怎么样 就是一个情况 所以 这个党天下跟家天下是有非常 非常大的区别 就是 党天下呢 就是我只要有权 有权 那就玩了命的贪 贪完之后呢 那就老婆孩子送出去 然后再想办法把钱再送出去 然后找个机会就 通常贪官有个问题 就是他们还是不愿意走 为什么 我以前老想不明白 为什么贪 为什么这个贪官那么多钱 他怎么不走呢 后来我想了一下 我有点明白 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英文又不好 到了海外谁都不认识 你想一下 在国内当官 多爽啊 你说 前呼后拥 天天有人拍马力 啥都送 就是送钱 送人 什么都送 想干他都威风扒面 你到了海外 鬼都不认识你 这个感觉太不舒服了 所以他们还是有侥幸心 一方面是侥幸心理 另外一方面 实在不爽 对他们来说 他们不愿意走 所以他把老婆孩子送出去 他自己在国内 担惊受怕 这真的是 模范共产党员 就是这么干的 提问 看过中共国家足球队的视频 连足球 足球队员都能不能上场 球技再厉害的队员 不塞钱 别想上场 其他类 其他类也是如此 跳水 桌球之类的 个人项目也是这样 都一样 只要你有权力 就能变现 问题 据路透社报告 美国政府要求腾讯放弃 在两家大型欧美游戏场的股权 就是Epic 40% Riot 100% 理由是 因为这两家公司握着 大量欧美玩家的资料 存在资料外泄中国的风险 但是我很好奇 美国政府有权力跟工具强迫 腾讯放弃游戏公司股权吗 而且 已经完全被收购的Riot 被收购至少6年以上 美国有哪些工具能够处置这种情况 又如果美国真的对腾讯下手 是否意味着美中贸易冲突 与脱钩持续上升 我不理解为什么 为什么要腾讯做这个动作 有这么多玩家资料是这个问题 但是问题是 那如果这么说的话 那微信怎么办 还有其他的呢 其他多了去了 你比如说 淘宝 微信 这些全部都有用户资料 这些用户资料很多都是美国人的 都在用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 当然他有可能还是那句话 切香肠 找出严重的 你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量大 从这个开始也有可能 他有没有政策工具 当然有政策工具 他有投资审查委员会 美国政府有 美国政府有意成立 成立了一个投资审查委员会 跟你有多长时间没有关系 他这个是投资审查 投审会 投审会权力非常的大 所以 冲突升级也不一定是冲突升级 他这个理由还是蛮大的 我 我相信有这个可能性 美国政府是有工具 而且他有可能用这种方式 就是不一刀切 一个一个来 情况 最近在推特 Reddit 看到很多 各国年轻人在跟踪中国火箭残骸 掉落地球的事 有些人开始骂中国 我不禁联想到最近亚洲人受袭击的情况 希望堕落时没有任何伤亡 以免被用来煽动 更多的酬亚情绪 不知道国内的人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跟酬亚 酬亚情绪有没有关系啊 酬亚情绪 他们真的分不清楚哪些是日本人 哪些是中国人 哪些是韩国人 分不清楚的 所以他们只能酬亚 但是 怎么说呢 我当然我也不希望 这个残骸掉到 出现人民伤亡 我也不希望 但是 大家可以通过 全世界人民可以通过这件事情 看到什么 看到中国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 政府 因为从 我印象中是从美国在 2011几年 我讲2011几年 我忘记了 就是 有一年美国的火箭也是掉下来 出现了人民伤亡 然后从那天 那年之后 所有国家的这个 这个火箭 他都有一个装置 想办法让他在 调到海里去 会指挥他调到海里去 对 这个就 就在他火箭的设计的时候 就做好了这个设计 要把这件事情放进去 那么中国 没有 中国所有的火箭都是没有的 中国所有的火箭都是没有引导他 调到海洋上去 通常都是 南太平洋 那边又没有人生居住 所以通常是往南 南太平洋 坠落 情况 今日曲域协会发布倡议 反三熟 引起了大量网民声讨 矛头直指江坤 说他妒忌 德云社 但因为常听王老师节目 让我觉得非常可笑 这不是曲鞋突然抽风 一定是为了迎合上级的意图 觉得他们对此很敏感 但作为行政 行政官方机构竟然有法不一 用一个倡议来命令发布 可笑至极 江坤 江坤当官很有当官的样子 提问 关于落不落 落后不一定挨打 犯贱才会挨打 类似的观点 还有另外一种表达 前几年在中国非常火的科幻小说三体里面有一句话 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 傲慢才是 我感觉三体在中国精英阶层里被广泛认同的一部作品 已经远远超越 科幻小说的范畴 有点像一本哲学著作 不知道王老师看过没有 对他什么评价 把一本小说写成了哲学著作有什么好看的 我不知道有什么好看 我没有看过 观点 我读三体 最疑惑的就是其中 个人英雄主义 只有一个人能够成为救世主 不相信合作 团队 这跟我看到的科学发展很不一样 都是团队作业 后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疫苗的快速研发就是人类科学进步的例子 靠的就是很多科学家长期努力的积累 而不是个人 好吧 观点 我国内看病没有医保 看病付现金 医院会把一部分现金收费 截留一部分给大家分 腐败无处不在 请问 问题 请问 陕西 榆 奥尔多斯这种完全 靠能源为经济支柱的小地方 以后何去何从 会不会像 像东北赫港一样 赫港啊 复兴啊 你可以看一下他未来是怎么样 对啊 你现在 奥尔多斯的鬼城 大家没看过吧 看过没有 奥尔多斯的鬼城就是 就是买了房子被人住的 这种城市 别指望跑到那去炒房了 提问 如何看待1970后 革委会的职能 革委会的职能 那个时候革委会就是政府 代替政府 但是他不完全代替 但基本上是代替政府的 情况 刚看见消息 世卫批准国药紧急使用许可 请问王老师 这什么情况 世卫不看数据了吗 印象中好像没有任何关于 国药疫苗准确公开数据的新闻报道 你是刚刚上来的 我们已经做过了 那当然 国药疫苗要申请这个世卫批准 他当然提供数据给他 他提供的数据 世卫4月29号把这份报告 公开了 他对这个评估的报告 对 国药疫苗的 公开的报告 那么这个公开的报告实际上就把国药的数据公开了 就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 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是国药疫苗的数据是怎样 那么从目前来看 现在中国这么多疫苗当中 只有国药的数据是公开的 所以如果你问我 选哪个 如果在国内要打疫苗的话 选哪个疫苗 排第1的 是复兴的疫苗 那是Balintech的疫苗 你先排第1 如果你能够选的话 你就选那个疫苗打 这是第1个 第2个 我打的就是那个 第2个就是 国药 至少现在 世卫已经确认他 安全了 你可以打 情绪 靠王老师节目一年多了 祝贺王老师订阅超过25万 非常了不起 肉身国内艰难求生 上有老 下有小 不敢发言 不敢点赞 害怕被网警追踪 只能 只能心里默默支持 借用叉叉一句话 王老师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谢谢 不忘初心 好的 这是一个非常 这是个非常 非常真诚的期待 我感谢你 谢谢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鸣谢一下 黄曾培 谢谢 王林 谢谢 参谋长 谢谢 山根同 谢谢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